今天我就是产生错乱 真的产生错乱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直看 眼睛看那个表 但是心里想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电话来说才醒过来 所以呢错乱事就是这个 也许应该是说嫌无畏地之 虽然显现错但是不能确定 就是这个 好那没问题 今天就是这个 四 由己受业而成 他受苦因事故不已成比 就是这个 一百八十七页 对 好这里讲说 唯我业所食 对 那 翻由害我者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自己人生当中也是受到了一些的攻击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的害 加害我的人 这些是我们看不到了 我们只是纯粹地看由他来害我 只是这样想而已 但是实际上他的背后也很多的 由业力来推使 他这里讲到就是 唯我业所食 翻由害我者 对 这个几天不少告诉我们说 今生远虚你遭遇到一些的困难 或者是有人来骂你 有人来去害你 这是也许 这个就是一个 自己完新所造的业所食 就是让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害你的人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当然是这个是我们思想的部分了 比如说我们修安忍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想就修完了 是真的完全修不成的 没办法的 我们从小就习惯 就是有 所以一样还养的 这样的态度已经习惯了 别人用什么方式来害我 只盖我 欺负我 嘲笑我 我用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他 拥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 所以我们不想很多理由的话 你就没办法忍下来的 所以几天不少讲说 有些地方我们今生 遭遇到很多的伤害 有人来伤害你 欺负你 这个就是你完新所造的一些的 恶业所导致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你也不要怪那个人 不要责怪那个人 所以这个事之前就讲好了 那你这样子想的话 因为这些的道理让你 就是能修安忍的 其实这样子 我们不怪他 我原谅你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也就是 这个博士单单的 由他来害我的 他这种的出现的原因也是 我自己 往西所造的一些的业的 等流过 大概就是这样思想 那就是这里讲说 若父有情欲 就是有些人来害你的时候 因为他来害你 所以他也造恶业了 这个恶业导致他 结局会就是 堕入恶去 他也堕入恶去 这种的结果 在他堕入恶去了之后 临受痛苦 堕入恶去的这种的情形 清非我害他 不是我们害他吗 对 大概就是这个 好 又为我 又为我习恶业所使 你看 刚才前面的解释出来的话 就是这个 因为今宣当中 我们遭遇到的不幸的 发生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 往昔所造的恶业 所导致所产生的结果 只是我们一定要 好好去思维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今生犯有诸害我者 对 就是说今生犯有诸害我者 当然是今生也有出现了 很多人就是害我 害我的人 若因害我 如果因为他害我的原因 而令别的富有 有情欲 你看 他因为他害我 导致他自己堕落我去了 再就是地狱 就是理受痛苦 因为一心 也要因为己心 其非我害他也 他这里问号 这个到底是不是 我们去害他的 对 使害彼等 其实实际上来讲 我们也是害他了 对不对 默默地害他 好 那再来 称本颠倒肺理 我们称慧就是 它是一个本身的一个颠倒的 称慧是 本身是一个颠倒 对 他这里讲说 称本颠倒肺理的意思说 称慧本身是一个他颠倒 对 完全 远离 那个远离真理 他就是没有 称慧本身是一个颠倒式 颠倒式的话 我们绝对不能说 它是符不符合逻辑 这个是无话可谈的 原因是什么 他就非理 没有什么理由 对 就是这个 那就是前面讲的 以符为所缘 以符为所缘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符就是他 有人害你 今生我们有人害你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作自己的所缘 所缘就是我们思想的目的 所以主题吧 对 我们看他 缘他 就是所缘 他作为一个我们的所缘 思想的目的 修人尽我尊 你看 缘他我们思想 原谅包容 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往心所造的一些的 罪就是清净的 对 这样的我们就可以修 修人尽我罪 完全是清净我们自己的罪障 就是这个 他肯定会 比如说你今生修了多少安忍 就有多少清净罪障 对不对 这是肯定 安忍带来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事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不能忍 不能忍 不能忍带来给你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知道吗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简单的例子 不要我们推到了下一辈子 我们称会不忍 就是有什么过失 下一辈子你都落去 这个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 没有问题 事实的情况 那你今生当中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必须要依赖人群而生活着 你吃的 住的 穿的 都是依靠别人而生活着 那你过这个人剧当中 你有抱着一个包容性 或者是一个安忍 多多少少这样的话 你的路前头越来越好 如果你动不动 就恼羞承诺 发脾气 这样子过生活的话 这个人去当中 多多少少纷纷离去的 离去的 而且你久而久之之后 你身旁的人也是纷纷离去的 肯定会的 谁也不愿意 这种的人通居 这是一般人个人的 具有的一个理性 具有的感性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是 举一个家体里面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过生活当中 大部分人有自己成家 自己有家人 对不对 除非我们个人 就是出家人之外 大部分人有自己有自己的家 那你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动不动就老是成龙 对不对 那这个是并且家人和谐吗 家庭有温暖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从小就习惯一些 就是一阳还阳的 这样的态度来 对不对 月报之报的这种态度来去 对待家人的时候 那真的自己也过得不幸福的 家人也是感到非常的不幸福 对不对 这是肯定 就是想安休安忍安忍 到底是安忍有什么功德 带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长处不知道的时候 那就是修到就嘴巴上去了 对不对 在内心实际行动区 修安忍的时候 就没办法修下去 那所以这些的道理 我们好好地思想一想 比如说你修安忍 原谅 包容 宽恕 这样的话 人本身是变成一个 很厚善良的人 这样的话 不仅仅是人类而已 其决定是一个天人 也是由天人来保护你 他们也是崇拜你 虽然我们就是不追求这个 但是实际上 你有修安忍的话 肯定是人类来保护你的 对不对 这更不用说了 你想想看 修安忍有多少的功德 这个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世界人 根本不像这样子 称惠是非礼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我举例来讲 在于原生动物 尤其是肉食动物 那些非常凶狠的 一些的豹 狮子 老虎 这些 他们在心里 就是碰碰到的时候 没有他知识的 那个观察的能力 他也不会想 符不符合逻辑 符不符合逻辑 或者一个合不合法 动不动就马上 就脑袖成了 摇摇一摇一摇 就大家打起下来 对不对 那你想我们人类 也是就跟他们一样的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人类就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真确的思想 观察 研究 如果我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去过生活的话 这种的思想带来给我什么样的结局 这个是一定要思维 思想清楚 那你才能够终于得得结律是什么 应该是你这样的思想过生活的话 带来给你一个无数的长处的话 那我们尽量去思想 如果你这样的抱着这样的思想去过生活 带来给你一个无数的战乱的话 那我尽量去改善这种思想 是不是这样 你想想看 那称慧不是 本身不是这样的 称慧本身是一个非礼 他不去思考 正确的角度去思考 他就非礼作义的角度来去 马上就强烈的信息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颠倒师 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一个 那以彼作为所缘 就是我们平常对自己不利的人 我们一般人所谓的 我的敌人 我的讨厌的人 他对我不好 我们有每一个人心里有数 对不对 有些人说 哎呦 他对我不好 你们永远有这种人 如果有的话 你不要充斥之后 就不要去这样想的 这是你危害自己的思想 你为什么扣出来说 哎呦 他是对我不好 自己揣测出来的 对不对 也许大部分 一半是你的自己内心揣测的 也许一半有些人真的不喜欢你 这无所谓啊 对不对 别人对你怎么样 这个是你不要想 这个是你想管也管不了的 这是我们归于我管的事情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学佛者 不管是什么样 所有一切众生对你 比如说前面有就是一个菩萨发跃的 所有一切众生变成我我的敌人 我永远都是 宁愿我就是永远都是 宁愿就是那个一切众生变成我我的敌人 我就是永远都是 把他当作亲如家人来看待 这是菩萨他们的思想 对不对 那我们呢 谁来不喜欢我 我也就是默默地去不喜欢他 对不对 把他撑后腿啊 尽量尽自己另一切能力 想尽一切办法去 所以呢 所以害他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网络发达的时代 你有点不喜欢他的话 那你网站上各种各样的发表都出来 这非常离谱的 确实离谱的 对 如果我们得罪一个人 你让一个人心法意乱 你自己造了多少的恶业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 所以呢 麻木的人 愚痴的人 还是不太相信的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推理者 我们是一个正确的经过很长 正确的一个思想 而去寻找真相 我们是这样的人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跟随佛教 那个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本身是 两千五百多年前 来到人间 他宣说的话 都是一个完全跟科学 能兵驾齐取的一个宗教 到现在 平常我们就是由来已久 仍然就是 还是都就是他 谁也没办法超越他 对不对 所以这种的理论也好 大臣就是他们 还是加以解别 清楚解释他的 释迦牟尼佛 首先说的所有的感言逻辑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探讨 研究 就是这个大家都一定要 好好地去想 修人尽我罪 我们就是怕你自己有障碍 罪障 当然是你能怕自己 罪障的人的话 那确实他有实修了 对不对 你无所谓 完全我们不怕 不怕自己的顽形所造的罪的话 那就还是不行了 对 想想看 对 修人尽我罪 就是这个 然彼者因我 对 然彼者因我 对 所以呢 他因为我的原因 对 然后他因为我的原因 他自己在地狱当中 受了很长的痛苦 就是 富裕久受苦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死伤彼者 那那个时候 我死伤彼者 就是我变成为 事实上我变成为 伤害他的人 对 那彼凡饶益我 那他相反 还是我饶益我 对 彼凡饶益我 我虽然是事实上 伤害他的人 但是他相反 所以饶益我 帮助我 那这样的情况下 恶心如何故 你真的是 这么不好的一个心 恶心就是 安赞的心 如何故 有什么样的原因 的原因 颠倒反启成 还是你就是对他 没有产生一个悲悯 没有产生一个大慈大悲 相反 就是你对他产生一个成慧 还是对他产生成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颠倒反启成 好 那这个阶段 我跟你们讲 颠倒是什么样的心 叫做颠倒 那颠倒跟搓乱的 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颠倒是什么样的颠倒 或者搓乱是什么样的 才叫做搓乱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人海人之间 平常日常生活 当着交流的时候 你跟他讲 你的看法颠倒的时候 肯定会大部分人很生气 对不对 自己以为我没有颠倒 哪两个人都不知道 颠倒的原因 所以你不知道 颠倒是 只是知道颠倒是不好 但是你颠倒是什么样的新闻 就不知道 所以很奇怪 我没有颠倒 颠倒心是什么 颠倒心跟搓乱心 是有什么区别 先我给大家讲 凡是颠倒的话 一定是搓乱式的 原因是什么 颠倒比较严重的 颠倒完全 它的看法 颠倒的时候 搓乱更不用说 所以凡是颠倒式的话 一定是搓乱 搓乱不一定是颠倒式 对 搓乱不一定是颠倒式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 对 比如说你晒太阳 太阳地下 你戴了一个墨镜 那我们上步的时候 那些当下你看到 显现出来的 地的颜色是怎么样 对不对 墨镜 镜片是有一点咖啡色的话 你显现出一个咖啡色的地 对不对 那一个白 春白的一个的话 又咖啡色的 有个 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下你显现出来的 都是一个咖啡色 比较 躯下 比较浓的 当下如果你所显现的那样 地的颜色是咖啡色吗 不是嘛 对不对 那你当下就也是显现出来的 那样实际上不是地的颜色 不是这样 所以你戴了一些的眼镜 所以晶片的原因 一些的因素的眼镜 让当下你的眼视就错乱了 但是眼视错了吗 眼视颠倒了吗 没有颠倒 你清楚看得到啊 那当下你眼视颠倒的话 那就你走错路了 今天我就是想像颠倒一样的 对不对 到七点的时候还是想像六点半 奇怪 这个叫做颠倒石 所以那个是难免的 真的是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新浪学当中谈了一个 知觉有分七种 这个是大成就的他们分类七种 是什么呢 量分为两种 比量跟限量 量是最好的 五有颠倒了解对积的心事叫做量 量有分量两种 比量跟限量 还有通达对积的心 再觉知 三个 比量限量 三个 再觉知 这些都是能同达对积的心 最好的 那再来 犹豫 怀疑 疑心 再来 嫌微的 微地之 两个 还有就是颠倒石 错乱石 你看这些都是 错乱石不一定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所以颠倒石 邪恶为地之 是财义 这些都是不能了解对积的心事 那这些的心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每个的心中都充满了 永远都是不断地交替的财神了 但是你感觉不到原因是什么 你没有学过 你过去不曾学过 你根本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我的心里 就是擦身什么样的心态 我根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谈到的 称慧是什么 称慧就是一个颠倒石 完全颠倒石 那颠倒石是 怎么去了解颠倒石 它是一个颠倒石 那我刚才讲的 对 举例是一个 错乱石 但不是颠倒石的心 刚才带了严禁 我们形怒的时候 清清楚看到路 当时的眼是什么 没有错颠倒石 就可以清清楚看到的 是错乱石 它显现上有问题 对不对 它显现出来的 这个显现 它如所显现的 如此显现的那样 实际的情况 不一样的情况下 它也是表示 也是错乱 错乱 就是这个 那颠倒是什么 颠倒石就是 有颠倒的方向 有四个 我们思想里面 有颠倒方向四个 那四个 这个石总是什么呢 以非为石 本来就是石 你以为是 不是 以非为石 以石为非 对 本来就是不是 你以为是石 以无为有 本来就是不存在 你以为是存在 本来就是存在的东西 你以为是不存在 所以这种的 不管是怎么样 颠倒就是一定要 去下于四个颠倒的 放下去 任意 任何一种放下去 有颠倒的 这个叫做一个颠倒石 那我举例来讲 颠倒的举例 我们生命是不是一个 无常 是吗 对不对 大家都说 生命是无常 那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些人问你说 你怎么讲 你的生命 为什么讲就是无常呢 本来就是无常 本来就是无常 不讲道理 有些都是 为什么无常的时候 本来就是无常 是无常 这个是不OK的了 反正就是 所以今天我比较喜欢讲英文 英文一句号都不会讲 只有一句 OK No 所以人家问你说 你的生命为什么叫无常呢 哎呀 无常了 那问两句三句的时候 那就你发脑不成功的 生气 不要问了 大概就这样 所以你自己也不懂 还是人家就是一直尊问的时候 没办法答复的时候 回答的时候 就是生气了 回答不出来 所以你就是无常 就是无常 这个不是一个理解 只是你嘴巴上理解 人家问你 为什么叫生命是无常的话 生命有变化性啊 对不对 生命时时刻刻都有变化 那你看生命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再来找一个理由 佛学就是这样学的 对不对 生命为什么有变化呢 生命产生时不是单一依靠自己而产生的 它必须要依靠其他的因素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的因素而产生着 所以它有变化的 对 如果它自己从自己生的话 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因素的话 那就怪了 你想想看 所以有生有灭 这个是完全依赖他法者 这个生命就是 控制权不在于自己的本身上面 所以依赖着 其他的因素上面 这个我们详细地理解的话 那你就答案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人说你的生命为什么无常 永远都是变化 那你讲什么 我眼睛看不到啊 我们一般人都说话就是这样子 你看想想看 我看不到啊 这些是 刚才我们如全所说的都是不OK的 知道吗 一定要记得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理由了 对不对 我眼睛看不到 我听不到 你看不到代表是不存在吗 你看得到是存在 代表是存在吗 那就多得多了 这些都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理由 对不对 那所以刚才讲 有人问你也好 自己思想也好 这个是我们假设 有人问是我假设了 别人有没有问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也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理由 抓住他的理由 我们为什么佛教徒说 无常各常法 有违法各无违法 对不对 所以颠倒是从这样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 对于任何的法 有深入前所的一个颠倒存在 所以你没有深入前所的智慧的话 你就没办法消除这些的颠倒事 这个是一个大臣 就是他们 发掘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大臣 就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他们就是依据 释迦摩尼佛的经典 而选说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只是讲 我常常跟你们讲的 我们看心经 一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怪无故爱故 无有恐怖原理颠倒梦想 究竟也办 上世诸佛 他根据上世诸佛来告诉我们 你看上世诸佛是怎么去成佛的 过去的佛也是依靠 真无空虚的智慧 而达到究竟涅槃 真在的佛 也是他依靠着通道空虚的智 波罗波罗蜜多 我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将来的佛绝对会依靠 要依靠这种的智慧 才能达到彼岸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你依靠着波罗波罗蜜多的时候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远离一切的恐惧 远离一切的 寡爱 原因是什么 忧愁跟寡爱的主要的来源是你思想颠倒的思想 就像是梦式一样的 梦式都是颠倒的 远离颠倒梦想 就是这个 你看 对不对 心无怪物怪物 它讲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都充满有寡爱的心 充满了要求 恐惧 不满 不宁静 这样的心态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反复的话 就根本不理解 这些人充满了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年天有人 还有谁谁来害我 我才有就是今天不舒服 谁来就陷害我 谁来就是批评我 则怪 几天不少刚才说 前面讲的 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脑子里面充满了 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始修者该做的事情 就是改善 消除这些的颠倒事 就是这个 你看它是颠倒的话 一定要有想法 没有颠倒的一个心事 才可以解决 你想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你从小 你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 没有解脱的一个概念 就是有啊 这个世界上很多 无神论者很多了 对不对 它是怎么承认 没有解脱 这是盲目嘛 我们为他说 你为什么不承认解脱呢 解脱不存在啊 为什么呢 我没有看到啊 除了这个之外 他讲什么理由 你想想看 我们就可想而知啊 这些愚笨的人 只是他找到的理由 都是愚笨 知道吗 如果他们问 比如说假设 有人为我们说 为什么有解脱呢 这个有凑凑有余的 理由是凑凑有余的 法前不上 在实验论当中 成立了解脱 成立了死地 苦地 几地 道地 灭地 这种的理由 还有成立了前后世 这些主要的就是 让我们反复众生知道 希望能够他 我们所有的反复众生 制导这些的道理 而说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电脑设施举例讲 那从小就因为一些的原因 它形成了 脑子里面形成了 解脱不存在 那你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 解脱不存在的时候 解脱是实际上存不存在 实际上存在的 实际上存在的东西 你把它扭曲了 不存在的时候 这是谁的问题 我的思想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思想叫做一个颠倒式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以有为无 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你认为不存在的时候 你是思想就颠倒了 对不对 那这种的颠倒的概念 有什么样的思想来 破除这个颠倒式 一定要有了解 解脱存在的一个心 才可以破除的 除了这个之外 你修任何的其他的思想 没办法 动不了它 对 这个一个举例 你想想看 那这个是一个 以有为无的一个看法 颠倒 存在的东西 你只为不存在 所以这个颠倒 完全颠倒的 知道吗 那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你是存在 这个也是 我们现在个人的相续当中 充满了 一人有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是一个 简单来讲 如果是深奥的话 你们就应该是没有什么想象的 就是我简单一个举例 给大家讲一下 对 比如说 我是 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想 是我不管是谁 最本树言 就可以找到我 我自己也找到我自己 对不对 每个人都想 谁不能想 对不对 人家来找我 我就是找到 我自己早也找到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基本上 一般 那个普罗大众 每个人都有 仿佛的众生 终于有这种概念很强的 谁能说 我自己找不到自己呀 几乎都没有这个概念 那你跟学佛 学久了以后 你找到了一些的端倪 或者那个 从中士马鸡 或者有一点点概念里面 有一点 长智慧的时候 你掺脑理解 原来是我自己早也找不到自己吧 对不对 还是我们从小培养出来的 所以呢 时空见惯人那种 习为常的概念太多了 我们以为是 我 吹不说也 找到我自己 具体的找到我自己啊 我踏踏实实 实实在在住在这里啊 这是可爱的我 就是我 对不对 那你看静下来 往内去思维一下 你所谓的 自己爱的 想要爱后的 那个自己 你从头到 找一找 那是你的 根本找不到 对不对 所以 龙树在 中光根本慧瑞当中 提到了一个道理 他说 依靠他 施舍 依靠他而施舍 依靠他而施舍 依靠他而施舍法的话 这个法是绝对不是 那个 依靠的那个法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是现在叫什么 陈先生吗 对不对 那你看 没有我们去观察的时候 我是陈先生 陈先生是依靠谁而施舍的 你想想看 依靠谁而安利的 依靠陈先生的无欲而安利的 对不对 那陈先生的无欲是陈先生吗 那你想一想 陈先生就是色欲 色欲就是身体 他的受欲 想欲 行欲 事欲 一个一个上出来的话 陈先生不知道在哪里 这是事实情况 我们没办法否定 这是一个事实的逻辑 来推理你的时候 你就 无法 避开的 确实这个颠倒的概念 跟错误的想法 实际上 正确的逻辑来推理你的思想的时候 就是站不住脚了 所以大成就有了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正确的概念逻辑 有起到如此的作用 所以告诉我们说 应该是修磁心 背心 大背心 铺底心 空这间 不断地去思维 那就是我们 慢慢地就 消除那些拥有的 这样的一个 安赞的思想 它有这样的起到作用 其实这个叫做一个真正的实修了 对不对 好 这个颠倒就是我刚才讲的 对 以有为我 以我为有 那以梦亚 以是为非 以非为是 所以我们颠倒就是 这个方向去颠倒 好 那这样的话 你大家都就是有点知道 哦 陈慧是本来就是 他是一个颠倒师 对不对 陈慧本身是一个颠倒师 好 那再来 我是三品者 饶益 这个是讲好了 那所以他的解释看一下 又以兵的作为人至所愿 人至所愿就是安忍的 安忍的所愿 比如说安忍所愿是什么 我对你修安忍的时候 你是我安忍的所愿 我对你修卑靡的时候 你是我卑靡的所愿 我对你修包容的时候 你是一个包容的所愿 就是这样的用 对不对 OK 又以兵德作为人至所愿 由修忍辱 净化我诸罪业 对 不但地修安忍的时候 那我们净化了 我们自己拥有的罪障 就是这样 所以你怕罪障的话 多多修安忍 就可以清净 罪障 OK 那一个人之前讲我也听到了 他说他一天修差不多三四次的安忍 他一开始修训练安忍的时候 他自己有底线 你今天欺负三次我可以修完忍 你今天欺负三次我可以修完忍 绝对不可以四次 对三次是我的底线 所以那个时候一听到我就是真的听到他的说话 只见他讲的 所以我清理一下 虽然一开始这样的 仿佛也是串习这样的 也不错的 但是你一开始修训有底线的话 有一点不对了 对不对 不要有这界限 不管怎么样 无理如何 我就是修安忍道地 对 OK 你欺负我三次可以了 四次不可以的 绝对不可以的 对不对 那你就是责慢我也是三次可以 四次不行了 那所以这个是不对了 反正就是思想就是还是有比较狭小 对 尽量尽我自己的力所能力去修安忍 培养自己的耐力 一定要让他扩大 一定要加强 对 你修安忍 越修越好 对 不是说有三条 超过这个不行 那这是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好 然比则因我负地狱长久受苦 这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若实难三比敌者 对 而比反为饶益我者 对 如果这样的话 则恶心如鱼 对 他妈就是恶心 这种心 你为什么与助我者 何顾颠倒的反习成恨 你为什么 没有对他产生悲悯 还是反相反 就是对他产生成恨呢 好 离音欢喜 你看 我们应该要去欢喜 知道吗 那这个真理在哪里 我跟你们讲一下 学佛就是确实我们 他的了解的内容 都是希望能够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他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 就是描述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内心了解的东西 不到把这个拿出来 就使用 发挥 这个叫做实践 你所使的东西是什么 我所实践的东西 是内心拥有的这种的心态 好的 善良的 包容的 宽恕的 原谅的 把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御用实用 实用是怎么去使用的 平常我们讲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因人制宜 当然是到处处都不需要的 我上次也跟你们讲过 比如说 有些人嘲笑你 秀安忍 这个刚好 这个地方对他秀安忍 哎哟 他嘲笑我 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一般人的概念 没有经过自己的 真确的思考 马上就动不动 就 你为什么嘲笑我 你想 你看 没有经过自己的 真确的思想 马上就身里面的豹 跟老虎碰到一样 马上就咬牙切齿 这作为一个人 最基本的这个准则 就不太对劲吧 对不对 先思考一下 有人嘲笑我 这个是他人思想 对不对 他人的见解 他人的思想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思想 见解 这是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不是说 所有的人的看法 你要求跟我的看法一样 这是你自己妄想 有不可实现的希望 谁都做不到了 佛也做不到 不然的话 佛一定会想 所有众生的想法 跟我一样 他有这样的逼迫 要求吗 不可能 他知道了 对不对 那我们合并呢 那你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的思想是什么 很多不高兴 或者恼羞承诺的因素 很多的因素 在于这个重点上面 你想想看 比如说我要 你对我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想法是很强的 你想想看 好好去观察一下 我的思想 我的意见 我的思想 我的见解 我的看法 都必须要 你们要承认 你们要认可 这个想法也是 我每个人都有 某些程度上 每个人都有了 所以这样的原因 你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也好 你说出来的这些的说法也好 你的看法描述出来的时候 让人家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 知道吗 人家不愿意听 人家不认可你的看法的时候 你为什么成会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这何必呢 对不对 那你反过来讲 平常我们讲 修菩提心 自他相患 对不对 那你说这样的思维 也自他相患一下 我们古代的人讲的就是 以自己亲身的感受 去替别人着想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那倒过来 那倒过来 以他人的思想 替自己的 所以他们理说道德 就是替自己着想 就类似于我们换过来讲一下 那所以这些都是慢慢慢慢 不要讲说 哎呦今天想 但是没办法 马上就改变很难 算了 我这个时候简单的我例子来讲 你以前赚钱去工作上班的时候 今天 哎呦今天很累 那明天就不去了 你会不会想 不会想 原因是什么 你想到底是什么 我虽然很累 但是 我愿意上班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上班的话怎么样 结果就没有了 你的思想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一模一样的 刚才也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修安忍 哎呦太累了 不容易修 那算了 不要修 那今天当中 就不能得到修安忍的结果了 薪损没有了 修安忍的薪损没有了 对不对 当然是三班人 三班人是累 修安忍也是一段时间累 原因是什么 累的原因 我们还没有守心的 还是我们烦恼的窜息 烦恼的习惯 坚强 非常强烈 这个强烈的当中 马上就改过下山的时候 有点难度 所以你觉得很不容易做到 这个做不到很难 是永恒吗 绝对不是 绝对 其实不是在前面我们讲过 不管是怎么样 任何的事物 你不断地窜息的话 越窜息越容易的 如果假设越窜息越不容易的话 绝对不是一个有违法 它不是一个无常法 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多多去观照自己的内心 对 利用佛法的逻辑 哲学 过去的大乘 就是他们测语我们寻找幸福 快乐的一个思想的方式 不断地尽量去思维 朝着这个方向去思维 你 所以我们平常讲 所以呢 平时我们口头上讲的就是想心 想都想心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是让你的心法一乱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好处的 对不对 希望我们有生之年 完全改变了你的情绪 完全比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事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对不对 那这样的你做到的话 死亡无常 轮到你的身上 尤其是你 耶隆啊 叫你下去 你今生的签证也到弃了 对不对 那你没办法去哪里延签啊 没办法延长你的生命 那你怎么办 那 那个时候你想起一切的事起来 哎呀 我从以前小到现在为止 真的是没有做到一个 对自己有真的有意义的事情 几乎都没有做到 我白白拉费这个人生 那我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快去见耶隆啊 那你 他的面前你报什么报告啊 对不对 跟他怎么讲的 他一看到就知道 你做了什么 他不需要监控录像 他不需要高科技啊 对不对 所以他一看到就知道了 你在人间做了什么 那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来就是给我看 他就知道了 那就马上就叫旁边的狱卒来 哎 过来过来 带他去 去哪里 热地狱吗 冷地狱吗 还有就是那个 夜见灵啊 那你带到哪里去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思考 这个都是一个形容词 看完 那个形容词 确实有 地狱就是 自己玩戏所造的业 也形成了自己将来 将来偷生的 逗入的这个地狱跟地狱当中 所危害自己的所有的剑 毛 等等都是一个同时形成 对不对 那有没有野龙啊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口头上这样讲的 但是野龙啊就是你的业力所带来 所以审判 一个审判长 高德法业 法官一样 他在那里 这是你的业力或者真正的存在那里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肯定会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不是开玩笑的 你想想看 我们就时时刻刻 从早上到晚上 一定要好好思想一想 比如说我跟你讲 跟你们讲过了 谁不想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不对 那幸福快乐 如果你想还想 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的时候 那就很悲哀吗 不是悲哀吗 可怜吗 对不对 那你看痛苦是从何到来的 你的幸福快乐是谁给你的 不是第二者 一个人就可以给你的 不是佛菩萨直接给你的 绝对不可能的 佛菩萨教导我们 如何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快乐 方式是什么 他们教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的思想 去寻找幸福快乐 绝对会找到的 知道吗 所以多多去往好处下 把自己现有的生活条件 让自己满足 这个是幸福的 那有些之年 尽量就是尽自己另手能力 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 抗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但是我们尽自己另手能力去做 这是应该的 对不对 我不是说那个大象的包括 所以呢 放在蚂蚁的身上 所以女子的身上 这个不可能的 女子肯定会 她的腰折断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我们尽自己另手能力去做的原因 就是这个 好 OK 那再来这里 断除他 断除他 非若亦无所 对 那这里若冤 假设有些人这么说的话 就是这个 若而 对 有些人这么说 若而 那则我将成 将成他造恶业 比如说我自己 将成他造恶业 我们自己并成为他人造恶业的所缘的话 那怎么办呢 故 因应堕地狱 他就会堕地狱吗 就是这个 那再来 几天菩萨经书当中提到的就是 若我有得意 则不斗地狱 对 那所以 若我有意得 就是说 如果我们心中拥有 意得 对 比如说 意得就是 意乐 好的一个动机 寝心动念 非常有功德的一个寝心动念的话 则不斗地狱 就不会 这个意乐的功德是安忍 得修安忍 这个是修安忍的阶段 比如说 举例来讲 不管是谁害我 我就永远都是披止忍辱 我修安忍 类似这样修安忍者的话 那就是绝对不会堕地狱了 就是这个 折不堕地狱 就是这个 那他的解释就看到了 坦若我有意乐功德 安忍而念 你看 修安忍而念 就是我要修安忍 我要修安忍 念就是我们想的意思 对 我要修安忍 这是一定要 时时刻刻都想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们从早上起来的时候 提醒自己 不论是怎么样 遇到任何困难 我今天要修安忍的话 这个是对你有帮助的 对不对 那早上一起来 什么都不想 心里也没有什么准备的 一出门 倒霉 遇到了一个人 来不及修安忍 马上就成为就歇息了 这是我们习惯 跟随习惯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先 在自己家里准备 平常我们叫丰富的 完全是丰富准备了 对不对 那在家里准备的话还好的 早就准备了 预备了 所以呢 遇到这样的 马上就想起来了 早上就想好了 刚好 今天修完你的机会 对不对 那像他说 说一声 今天测语我一个 修安忍的机会 你是我的导师 你是我的安忍 这个是嘴巴不要讲了 人家觉得有怪怪的 对不对 旁边的人 那个人有点怪怪的 脑子有没有问题 那个人这么没有理由 就是羞辱他 或者是侮辱他 他还是对他说 这样的话 这个脑子有问题吧 嘴巴不需要讲 练习一定要充足的准备 这个是修行人 应有的一个 所以呢 预备 心里就是一定要有 这样的一个 我们评论讲 欲发敌人伤害的一个 墙 一道墙 内心拥有 这样的话 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 这个墙没有的话 那你就 没有免疫系统的人一样的 所以空中的戏剧都是 那个进入到你的身上来的 对不对 容易得感冒 容易拉肚子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反火枪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这个都是一个形容词 好 那坦若我有意乐功德 安忍有念 次人正利益我 对 那个神 真正的利益我 就是这样子 只能尽罪 不斗地狱 不管是怎么样 我刚才讲 他 我们所谓的 我们一般人 世界人说什么 他跟你说一个粗鲁的话的话 你觉得他害我吗 对不对 一般人 我一般人的概念就是这个 哎哟 我绝对不容忍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 所以我们马上一想起来说 让自己恼羞成怒的因素加上去了 对不对 就像是我们电一样 就是电线拔起来的话 它就不会电流 那一查就电流了 一模一样的 我们内心又是一模一样 对 这个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了 那我们就是面对自己的家人 或者自己的亲戚朋友都一样的 你绝对绝对是我们从小养成不好的习惯 就是你尽量去一定要改善 这样子才用 这个改善是不是身体上 身体很简单的 举例来讲 要挤弓 所以挤起来 跪下来都好了 对不对 很简单的 假装也可以了 虚伪也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内心真诚的这样挤弓 是不容易的 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希望对佛法有发生那些 产生了一种真诚的一个鞠躬 真真无邪的鞠躬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对人也一样的 比如说我假装说 今天修安忍 我表面上就是为了顾自己的迷未利养 或者什么什么迷深 今天我修安忍 不好意思啊 所有的密集 你心里根本没有修安忍的时候 只有一天露出尾巴来的 知道吧 你的尾巴没有那么长的 不是这个 真诚发自那些成熟的道理 抓住了 我要修安忍 修安忍的利益长处都了解的一个人 那你就是小心这样的内心去思想安忍的时候 让自己非常舒服的 非常愉快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培养良好的习惯 一定要尽量断除不良的习惯 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我们的习惯 都是一个不良的习惯 非常多的 这个是一定要改变 好 断除我非伤害他说 就是这里 那再来若冤 获冤 又有些人说 他来尽除我治恶果 那他人消除我治恶果 对 利益我故 对 他人尽除我治恶果 就是他人尽消除我的恶果的时候 利益我故 因为是利益我 所以因此之故 别意不断而去 就是他人的想法 对 那几天菩萨怎么回答的 他说 若我反护疑 若我反护疾 你看 几天菩萨说 如果你能反护自己的心的话 别有何可得 你自己守候自己的心的时候 他人也怎么可能得到你的功德呢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举例 我就是跟你们讲 比如说 他责怪你 对不对 他骂你 OK 他骂你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就是恨你 对不对 得罪啊 恨你啊 你一定要就是 一样欢迎 一定要报复 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就是这个 那我们真正的佛教徒 佛弟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 怎么去思想 哎呀 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对 刚才几天菩萨讲的 他 他作为自己安忍的 比所缘 对他修安忍 哎呀 这也不能怪他了 他自己可怜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他自己成会也很险细 我希望他远离这种的烦恼 这个是烦小狗 你看 哦 相反 对他没有才是 成会烦 对他才是有悲悯 你看你就 没有是任何的损失啊 还是 情绪是 坦坦坦坦的 对不对 第二个 是你累积到多少的福德质量 对不对 那我们人的一个 世俗的一个道德上来讲 这个是人的道德修养 非常好的 这是人人都需要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 你对他修了安忍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得到你的功德 不可能的 这得不到的 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个算是 你对他修了安忍的时候 这个是 你不需要 给他面子 面子 比如说我们平常就是炫耀给他 哎哟 我今天对你修安忍 你一定要知道 就类似这样 对 这是我们一般人 常常这样讲的 比如说我也 以前 跟很多学生讲过了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台湾 在台湾 几乎都没有中道过上课 以及在台湾上课多久 十几年了 真的 我不看多少学生 不管是愿意来一两个人 我可以愿意上课 几乎都出来没有中道过了 这不是我炫耀你们 你想想看 我的立场是什么 我希望把自己研究过的 了解的东西 希望能够传给其他人 这是我也自己想 就是这个是我做了一个 访问尊者自己根本上识的一个秘义 这是我们肩膀上的一个责任 临手担任 对不对 义不容辞的 第二个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人 对 那所以有些人 打电话给我请假 对不对 格西拉对不起 今天不能来 我有的时候 马上就反映出来说 你应该是对自己讲 对不起我 对不对 不需要对格西拉说对不起 这是对自己对不起的事情 不是说对我对不起的事情 内心这样想的了 但是我不会这样 就是马上顶尊 对不对 一模一样 你看想想看 这里讲的 有些人害你 或者是侮辱 或者是一个瞧不起的时候 你对他产生了修安忍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表示说 我对你 你知道哦 我对你有修安忍 你知道吗 知道吗 我们的习惯就是这个 修安忍是 你看为了保护自己的心 你看这里讲的 若我反后 反后急 对不对 你修安忍是保护自己的心态 你知不知道 对不对 你修安忍的时候 你保护自己的幸福快乐 那你不修安忍的话 相反是什么 成会 成会一旦现实 摧毁你的幸福 所以你为了保护自己幸福的生活 为了保护自己的心态 两心 而对他修安忍 为什么还是对他说 我修你 对你修安忍 你要知道 这样 这个是不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思想都是有问题的 确实实际上来讲就是这样 几天跟过去的大臣 因为他们的这么长时间 无有颠倒的真理来就是观察 哲学 信念 信念学 所以心理学的 所以他们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他们完全知道每一个众生寻找自己快乐的方法 保护自己心的方法是多少 所以告诉我们 那直接我们讲几句话的话 我们要不要幸福快乐 我也要 我也要 对不对 谁都不是这么 不要 那你想要幸福快乐的话 你能不能愿不愿意修安忍 有点安心叹气了 哎呀 我竟然是想幸福快乐 但是我不想修安忍 类似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是有点点奇怪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你需不需要吃弄作物 要 你想不想种田 不想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逻辑和结构 都是被倒执的 那我们的思想都是这样子 那你看也许我们大城市生活者的话 我们不需要种田 还是可以吃 就用钱换来的 对不对 这不是形容词跟比喻是不需要作片的 是你想想看 就是你的想法 你想不想就是吃饱 消除饥渴 想 对不对 那你想不想吃饭 要 这个是很开心的 大家都 这种的比喻是不大适合的 对不对 刚才另外一个社会是比较适合的 比如说你想不想要一个月的薪水 每个人都想 对不对 那你想不想上班 我不想上班 你看个系就是这个 那你想不想解脱轮回 要的是的 想的 对不对 那你付出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 又就是不想付出 就是这样 没办法的 好 所以今天我们揭露出来很多我们一般人的怪的思想了 所以这些都是不不正确的思想 所以一定要讲起 讲拿出来我们谈谈 思想一想 这是确定我们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 好 那是我反护急 对 比喻何可得 对 若我于害我者 修人 大约是我们这样的 前面讲的 怎能反护急造罪业 我们自己反护 对不对 丙等于赐游何福德可得 对 他怎么可能得到福德呢 不可能的 不造善业 他这样的不造善业 唯一的就是造水脑 你看 做水脑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天天欺负别人 人家天天对你修安忍的时候 他不断地累积福德之类 你不断地损害自己的福德 就是这个意思道理 好 那接下来 若冤 伤害若可利他 对 伤害 如果可以得到利他的话 则我离因报复 对 那这里讲到的就是他的 敬送讲什么 他讲说 若一报 月报月 那个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一样还养的态度 对不对 你对我怎么样 我又对的态度来对待你 你拥有这样的心态 这个叫做 越报月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不好 就是这个一般人的想法 好 则害我者 不忽急行 对 那只是害我者 不忽急行 就是他没有 所以呢 没有保护自己的修行 就是害我的人 他自己本身没有保护自己的行为 修行 这肯定的 害你是他自己不高兴才害你的 对不对 他特别高兴的情况下 绝对不会害你 就是这个 好 五致行仪 我自己的行仪 所许修行 三门四法集 慈悲心一将退时 你看 四三门是什么 也许四个三门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这个四三门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四种 比如说一般人听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做起来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四三门是什么 比如说举例来讲 骂 不怀骂 答 不缓打 对 还有就是 揭露自己的过怀 也不会揭露他来的过怀 反正有这个四三门 反正就是全部都我就想不起来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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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门不是这个 比如说别人骂你 你不坏骂 别人打你 你不坏打他 别人揭露你的过失 你不要去揭露他的过失 这个四三门就是有四种 大概你插得到了 反正就很简单的 那你做起来的话 这个不容易做到的 对不对 你看我刚才柔先生说的 人家骂你 你不骂 说得两个骂 对不对 也许我们现在还是超过了 对不对 别人骂一句话 你肯定是骂两句嘛 别人三句的话 你应该是九句的 就尤其是有人的话 这也太厉害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不好的 那这里讲的 你看 我自行以 所许 我承认 所承许的 修许三门四法 我平常修行 那个四三门 三门四法 急还有慈悲心 亦将腿施 如果你就是刚才 这害我之 不护其心 如果你害我的时候 你不能护自己的心态的话 那你觉 将谁施了 谁害了 你所承许的 想要修的 所以呢 三门四法 急 慈悲心 这种的行为 行以都是退失了 肯定会啊 对不对 好 给 故 一吹 那个灰损 忍入 尊胜难行 那你水 灰水了 忍入 尊胜难行 当然是忍入 就是忍入 尊胜难行 就是忍入 它本身是一个 尊胜难行 对 这个是我们加上去的 但是你休息也 安忍入 也可以了 另外一个 尊胜难行 尊胜原因是什么 所有的功德当中 最殊胜的 安忍是最殊胜的 前面我们几天 不是他讲过吗 所有功德当中 没有比安忍最胜的 一个功德 所有的烦恼过坏当中 没有比成会 最大的过坏 罪障 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因此之果呢 也是我们损害了 忍入 最善难行 就是你的安忍 也推施了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机会等 事不害我生 那另外一个 概念是告诉我们 你看 齐天佛萨讲了一些的 一段的 后面他讲了 一大堆的理由 告诉我们 我们平常修的一个 他说我们一般人真的 修安忍是不容易修的 所以他把很多的道理告诉我们 他说你这些的思想 才可以让你修安忍的 对你来讲 某些程度上可以做得到的 这些的道理是什么呢 他讲的道理就是 你看这里 几天说 心无形体固 你自己的内心没有形体的 就是这个意思 你心有没有形体啊 没有嘛 心法本身不是没有形式 没有形状 那个形状 没有颜色的 它是无形的 好 固就是 你的心没有形体的原因之固 哪意不能灰 谁也 谁意不能灰 不管是外在的 讽刺的言语 也不能摧毁你的心事了 原因是什么 你的心事是一个无形的 那你想想看 我举例来讲 我们身体可以下雨的时候 被雨 湿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身体也是色法 雨也是色法 水也是色法 就可以就沾染你的身体 渗透 可以就是湿 但是你下雨的时候 你的心可以 水可以自锐到 所以是锐到你的心吗 不可能的 心是无形的 怎么可能 OK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我举例来讲 有人骂你的时候 这个讽刺的言语是什么 色法 它是声音 对 骂话是一个声音 声音是一个 生成构成的聚合体 它是一个色法 有形的 但是有形的 不一定是眼睛看得到的 它是一个 本身是色法 那人家骂你的时候 对 你心里 有足够的一个安忍 能这样的一个准备的 就是修安忍的话 它本身是色法 不可能摧毁你的心事 它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是透过自己接过来 想一件事情 让自己恼羞成怒 你自己以为伤害我 其实它骂 错落的言语 绝对不会伤害你的心 这个伤害的原因 就是我们自己 非而扑合 自取妙 自掘坟墓 自寻死路 对不对 但是你遇到一点点的 这样的因缘的时候 你自己接过来 让自己恼羞成怒 自己不舒服 自己很生气 道理上来讲 就是这个 几天下来就是这个 对不对 那你看 比如说有人骂你的时候 这个粗鲁的言语 你说它害我害我 那怎么害你的 它骂我 你疼痛吗 没有疼痛啊 但是心很疼啊 对不对 奇怪的 身体不疼 心疼了 对不对 那心疼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也不是棍子 它也不是棍杖 或者是刀枪 那心是无形的 那怎么可能害你呢 不是 你一到这样的 讽刺言语的时候 你自己内心去 加了一些的加油天数 让自己不高兴 成会出来了 其实实际上来讲的话 棍子打你 直接打你身体的时候 肯定会疼痛 原因是什么 两个都设法 碰罩的时候 就一定有 就是起到作用 那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道理 几天讲的 你看 心无习体固 谁亦不能灰 对 谁也没办法摧毁你的心态 对 就是这个 OK 若护及心 如果我们好好地去思想去守候自己的心的话 此心无习体固 你的心就是完全不是一个设法 它没有形状 没有颜色的情况下 任于何处 你心所处和重所向何方 谁亦不能以恶言或并其等物 会坏 你看 你的心 所以开枪射 你的心不可能的 对不对 射中不可能的 那研制它炮毁了 对不对 摧毁你的心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是心很厉害的 一方面讲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自己不小心 不知道保护自己心态的话 自己 另外一个无形的思想来摧毁你自己的那个心 这个是肯定的 对 有形的东西可以挡住有形的 无形的就是法可以挡住无形的 这是正常的 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修行强调就是 聚焦在一个思想改变上的原因就是这个 你不管是流于形式 多少的重视外表 但是你心里没有改善 没有进步 没有思考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你外表多专业 就没有用了 没有用 那用不用你看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穿了一个 穿了一个想法衣 戴了一个高帽 坐在一个宝座上 很专业的 对不对 但是内心没有装这些的 无形的 良心的话 那外表专业 耶隆 绝对不客气的 对不对 你是变成诈骗集团 对不对 对吧 表里不一 外表就是你休息来的样子 但是内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软体 一直骇客攻击别人 这样的扎学集团的东西 所以绝对不会不客气的 耶隆 对你不客气的 对不对 尤其是耶隆 所以不会客气了 由耶隆来审判 所以一模一样 我刚才平时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我讲的 要在灾害脸上 给大家讲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世界是五周二世的世界 非常非常严重 你看大部分人遵循流域行事 神神道道的 这是我们个人的烦恼的关系 对不对 你看真正的佛法的毅力 告诉你的时候 想要愿意听的人很少 神神道道的这样的话 就是讲起来说 很多人就比较喜欢听这些的话 原因是什么 这个烦恼过坏 原因就是这样 你个人的习惯 这些的话比较融洽的时候 你愿意接受 然后我们这些的教授 直接跟你讲 完全直接对峙你的时候 你的看法的时候 你的看法在这里面讲的完全 对不对 南远北车 这个时候你就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听的 哎呦 很难听吧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呢就是这样 OK 那道理就是 那接下来再来敬送 因贪着此身 对 我们尽量强烈地去执着自己的身体 身受重苦伤 当然是身体受到了重度的苦伤 对就是这个 那再来 哭出不雅词 对 如果嘴里说出一些的不雅语的 对不对 不雅语 还有就是不雅词 词嘛 不好听的一些的词 出现了 欺蔑出不雅语 还有就是说出一些的 欺蔑就是一个 有点欺负人家的一个言语 粗鲁的言语出现的时候 与生既无害 既然是我们的身体没有受伤了 对不对 这个话跟身体没有什么关系 它是伤害不到你的身体 好 心如何构成 那心 心你为什么还是成会呢 就是这个 OK 它的解释看一下 若约 好 一分别心贪着此身 我们强烈地去执着自己的身体 因此之果呢 身造受 重苦伤食 那那个时候 身体造遇到很多的苦伤的时候 心生成会 这个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他人 打你的 用棍子来 棍子来 打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一方面就像成会 原意是什么 你过度去执着自己的身体 这个执着心绝对有成会 也就是有关心的 之前我跟你们讲过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最初说我而执着 次言我所执着法 一开始说我们就 一开始就 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 实实在在的 可爱可惜的一个 我自己捏造出来的 那你 过度去执着这个 自己 本身 对 你有这样的执着 强烈的执着的时候 你就有了一个 想要保护那个人 想要爱护我 这个心很强的 所以呢 因为你的反备心 你的就是那个 反备心 一个在意就是增加的 有意思吗 你本来就把自己 作为一个可爱可惜 实实在在的一个 当独的一个 我存在这里的时候 你想要爱护它 保护它 一定要照顾它 最好的都是给我 就是执着 就是这个执着 那这样的时候 那在意太多 你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你把保护的想法 有很多 你看 第一个是我刚才 如前所说的 你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 绝对任何人 任何时刻 任何的方式 任何的 这样的方式来 加害我 我绝对不容许 这个是 反败心很强的 这样子一直准备 充足的准备的时候 那出现了一个人 一句骂你的时候 你本来就是有准备了 那你懂不懂就 成功就先行 这个都是 岳琛在《入中类》当中提到的 都有就是 思想上有息息相关的 那你看一般人 就是没有研究 过去不曾受过 如此教育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 它的背后操控者是谁 由于什么样的烦恼 使 就让你 使你就是零受痛苦 产生成慧 是我们一般人感受不到的 其实实际上来讲的话 有这样的 今天讲的就是有道理的 其实别人 粗鲁的言语对待你 欺灭你 鳄鱼出国成那个 鳄鱼的时候 与生既无害 既然你身体没有什么损害 没有什么疏伤 心为什么对它产生成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他的解释 若冤 无法免心堂主持身 故身招数 众苦伤食 心神成慧 他人若与我说欺灭 粗恶言语 粗骨不雅之词 赐予我身 既无少许损害 当然说我们身体 一点损害都没有 对不对 损害了什么 OK 心如和构其大成慧 为什么那些 强烈了这么大的成慧 对不对 成慧 所以不应成也 你看 不应该成慧 就是这个 那接下来 不应该成其 成其成慧者 再来这个课办 敬送 为他不行我 当然是他 因为他不喜欢我 对不对 燃于今后世 那今生 今就是今世 今生 后世就是下一辈子 对 燃对于今生 或者后世 若不能舍我 他绝对不会把你推下去了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他不是一个大麻舍 他绝对不会 你不会被他推逝了 对就是这样 那何够够不约 那你为什么 有什么样的原因 你还是不愿意 心里不舒服呢 就是这个 你看这里讲 为他不惜我 燃于今后世 若不能舍我 他从今天起 生生世世 他不管是对你怎么样 他也不能 对 不能把你推失 对 那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心里不愿呢 那接下来 这个看一下 解释 为此言 利他不舍我 因为这样的言语 被用 那个 恶语 利他不舍我 当然是你骂他的时候 让他 对你不喜欢 就是这个 不舍我 燃于我 燃于今生 后 于后世 坦弱 此举不能杀害 必推使我 我又何故不愿 而造无义苦因 悲因不愿 对 那这些都是一个 他几天讲了 很多的道理了 反正就是 这些都是我们 修安忍的真理 那再来 立阳素坏 故不依尘 不依尘障碍赐者 那这里讲说 依障碍立阳 故我不喜赐 对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他你表面上不讲 但是你称慧的 生气的原因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给西兰是坏人 对不对 那我对你马上就生气了 原因是什么 我没有想到很多 哎呦 他们这么多人 还批批我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了 那我的名声就越来越 衰退了 那这样的话 我受到供养也是减少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叫做 你贪者迷未利养 而对他财先成会 财先成会的理由很多了 反正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 这是我举例的 反正就是举例 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种身份者比较 比较奢合 一般人应该是说 还好 但是一般人也有了 比如说 因障碍立 比如说一个 公司的经历也好 所以工作的 岗位蛮高的一个人 所以公司 当位也是不错的 一个人的话 有些人批批攻击 那个经历的话 他肯定会生气 他原因是什么 他背后 他想就是 人家人攻击 我批批 这样的话 我的有一点点人 人的地位 平常我们讲受水害 受到水害 这样的话 我的岗位不稳定 那这样的岗位不稳定 主要的是什么 我的薪水 少了 你的目的就是这个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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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一个人的 某些程度上 每一个人都想 多多少少地想 对 他主要的生气的原因 肯定会一开始 就是着想自己的利益 我的名声不好 那我什么想讲呢 其实我们实际的情况来看 我们平时讲 自己没有做过 亏心的事情的话 绝对不怕鬼人来敲门 对不对 那你做 我想要做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来 批批我的 我一定要做到 这样的事情 谁做到 释迦牟利宝没有做到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 五周而始的时代 凡尔尊者 达尔喇嘛 就是可以第二是佛 第二是佛 完全如此 对不对 但是还是攻击他 批批他的人多少 那我们 何况是我们呢 这个是叫做一个 刺激幻想 我刚才讲的 自己做的 是如理如法的 做人做事 人家批批你 攻击你 这是无所谓 所以我们对他 产生了悲悯 我们英勇的 应该心态就是如此 这个是完全如法的 这个几天不上 教育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想说 这个世界上 我一定要做到 做到 一定要能做到 任何人 绝对不会 批批我 攻击我 那谁做到 谁也做不到的 佛教头也做不到 外大头也做不到 不管是谁做不到 对不对 最高的那个就是 那个总统位置 对不对 那更惨了 对不对 现在所有的 全世界的矛头之下 就是 这些的人 对不对 那你看 谁做到 所以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于就是 道理三面 我们就是想道理就好了 对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里面就是 因就是原因 因为障碍力 你看 这是我们话当中 平时一米正一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话就是这样讲的 话就是依靠着 自己的情形东西而来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对他生气 以零所担任的 因为他害我 对不对 因为他害我 所以我生他的气 你害 你害是 你随身了什么 嘴巴不敢讲 但是 随身的名为力养 对不对 就是这个 你执着我自己的力 OK 因为障碍力养 故我不喜欢其次 对就是这个 我不喜欢 如果你心里不喜欢 不悦的时候 就引起成灰的 这是前面讲过的 任何人的心不愿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心不愿就是 成灰的因素 对不对 心里不愿意 不舒服 情绪不好的时候 这个叫做不愿 念心不愿 就是成灰产生的因素 那个时候一定要小心 OK 若冤 一机会等 机会等就是一个毁伴 机会等 障碍我力养 对后立阳 置故 我不喜此轻面 等三 对 无力定将水 你看 舍 这个另外一个句子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时间到了 回想 以此福德 愿赠 佛子信 享福 烦恼 愿敌 知过 怀 生老病死 焦油 知波涛 愿度众生 血脱 融合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